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土耳其乳腺炎呢 这个关于冷肤和热肤呢 也是一分为二的 比如说你的这个小踢了 有的人发病快 这个肿块呢 红肿特别明显 这个时候肯定我们不建议热肤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是建议这个冷肤 那个冷呢我们不是说是就是那种非常凉啊 我们用那种温热肤 就说不烫偏凉但是还是温的 这样的话呢可以限制炎症的扩散 可以疏通乳管 这样的话可能会对这个 这个时候会起到一定的一个限制炎症扩散的这么一个作用 那么如果这个病人呢 他起初发病只是一个肿块 不伴有明显的红肿热痛 尤其呢不伴有全身的一个发热的一个症状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呢即不用一些热肤 甚至呢一些红外线的治疗 来促进他的肿块的软化 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对他呢会有好处 所以呢这个冷肤呢热肤可以说辩证来看吧 不可能所以说是你本来是红肿明显了 你再去用热毛巾来敷 这样的话会促进他的这个炎症的一个扩散 进而呢引起拳击 你再去用热毛巾来看吧 你再去用热毛巾来看吧